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送人 就马车里坐着那位 对 颜绍海的儿子 颜冰云 年少有威 这样的人 舍得送去敌国 这都是为了你 因为我 你杀这滕子经是四处的探子 四处的人 对自家的提私下手 这责任必须有颜绍海来付 滕子经 是他的儿子颜冰云的麾下 院长一生气 把他的指给撤了 让他带着手下 假扮成商队去北齐 去接手那个谍报网 事儿挺大 算是送行 也算是压阵 我这杀了自家人 不要紧吗 这滕子经他不是怨的嫡妻 来怨了没几年 杀就杀了 不过这次他算你幸运 怎么说 四处啊负责安探巡查 六处负责安杀 对方那手啊 没伸那么长 假命令没下得六处 这才让四处的探子动的手 要真六处的人去了 这事儿就麻烦了 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多事儿 行了 从这儿 得了 另外我告诉你 天大的事儿 等我回来 还有 下次再顺梨 你挑那肥的胖的那样的梨 才甜 范贤 严冰云 你拦着我 是打算给滕子经寻仇 滕子经罪不至死 人我已经杀了 你想怎么办 把提四腰牌给我 这事儿打算硬抢 给我 来吧 严冰云 你要记住给你的命令 大白旗之前 你是不可以下这辆马车的 范贤残忍耗杀 贫心顽劣 给他留着这块提四腰牌 对监察院不利 对庆国不利 你如果下了这辆马车 被骑的潜伏行动将毁于大 到那时候 对庆国不利的 应该是你严冰云吧 我不下车 你们把他的腰牌拿下来 出手者 活不过三个呼吸 回去吧 回去吧 这就对了 回去赶紧歇着啊 明天还赶路呢 范贤 我们会再见的 他一时半会儿 根本就回不来 好看 好看 好看